佛摄力真假 没人敢说 因为佛灭度三千年了 到今天 到处都传了很多摄力 到底是真是假 这个没关系 假的 我们也把它当做真的 听到这个名 看到这个摄力的形状 我们升起恭敬一下 升起对佛陀 尽量执行 这是佛保 所以佛留下这个摄力 来给我们做证明的 做纪念的 是这个意思 佛离开这个世界了 留下纪念给我们 我们站立 如同佛陀在世一样 我们对他一恭敬礼拜 修福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佛还有 法身实力 这个实力是佛的肉身 佛的法身实力 是什么呢 经典 经典是佛的法身实力 法身实力带给我们 智慧跟佛报 两个都有 肉身实力 带给我们 只是让我们 身恭敬心 修福 不能开智慧 那么这连着 孰亲 孰众 我们不就很清楚 很明白了吗 又何况 佛在《般若经》上面 讲的太多了 凡手有向 皆是学 佛的肉身实力 不能支出 支出就错了 他把我们的恭敬心 沉敬心 引发出来 这就是他的功德 他有这个作用 那我们的恭敬心 沉敬心 勾引起来干什么 要用这个心 对一切人 对一切死 对一切物 这是正佛的子 佛舍流舍力 真正的目的就在此地 我只对佛功敬 对人就不功敬了 佛流这个舍力 或比呢 没有意义了 斩粮舍力的时候 要把这桩事情 跟大众讲清楚 讲明的 让他更重要的是要 着重在发生实力 要深入金藏 移交奉行 这才真正得到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复徽双修 这叫善根 对一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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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